最新政治夜現場要來關心國民黨的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 前進新竹青大學生辦的座談會 大唱民進黨拿台獨當神主牌 但是美國總統拜登不支持台獨 並且強調國民黨是絕對反共的政黨 而另外一頭民眾黨的吳新穎 則是前進後山花蓮來掃接敗票 在夜市發起的面子也要展現陸軍接地氣的一面 和社會台灣人死為台灣鬼 喊出聲勢 台灣人 死是台灣鬼 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到新竹參加清華大學 學生舉辦的兩岸外交座談 極力私下青年眼中國民黨的親中標籤 一直承認我們是反共保台 我們不認同共產體制的 也不認為共產黨的制度一黨專政 真的是好的 強調國民黨絕對反共 趙少康更借機回應耐心的批評 面對中共挑釁從未回應 是對不起前總統蔣經國 民進黨兩個神主派 一個是綁合 一個是泰獨 那泰獨這個神主派 在前一陣子拜登跟習近平見面的時候 拜登也講不是神泰獨 大象民進黨高喊台獨 國際上卻 無人支持 趙少康到新竹開獎 立平為侯友宜 爭取年輕人支持 而另一頭民眾黨的副東套候選人 吳新穎也到花蓮替朱帥 柯文哲搶票 親切的和支持者合影 吳新穎來到花蓮東大門夜市 早接拜票 有別於過去星光長公主的高貴形象 這次吳新穎不僅穿著輕便 更親自發起競選面紙 展現接地氣一面 將面紙一一發到選民手中 吳新穎當起柯文哲分身 全力催票 不過整趟行程中 吳新穎都沒有受訪 似乎也是想要降低出錯機率 2024大選剩下不到20天 各陣營的副手們紛紛與主帥分進合集 要比誰能催出更多選票 記者綜合報導 星光大행 中文大規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